請客 走著 請客 今天很沉重的 所以蠻重的課 從早上到現在 四點到六點 大家可以放輕鬆 如果要打瞌睡就打瞌睡 放輕鬆 那我這一堂是在介紹 藝術欣賞入門 然後 先講一段簡單的故事 我 如果要用台語講也算可以 但是我現在選擇跟國語 讓大家都聽得到 幾年前 抱歉 拉回來 幾年前 應該是講20年前 我參加一個歐洲的旅遊團 他們叫藝術深度之旅 然後會參加這種有 叫藝術深度之旅的 我自我介紹 待會兒再來 藝術深度之旅的這一個部分 團圓那時候 我記得不知道是哪個旅行社 碰到團圓 後來還知道裡面的團圓 全部是退休的國小或國中老師 那他們的教育背景應該都相當不錯 至少都是師範 高等師範學院的教育出來的 然後我們就去歐洲玩 玩了四國還五國 十幾天 在第一天我們先停的站 就是在羅馬 我們先去看梵蒂崗 那有聖彼得大教堂 遠遠的聖彼得大教堂 有去過的人請舉手一下 不錯 聖彼得大教堂 你去 那個跟你講 最上面那個雕像 就差不多三層樓高 三個人 在鐘塔上面 最上面那個雕像 就已經三個人高了 然後他進去的時候 那個整個前面有一個大廣場 好像那是守在環抱一樣 一個大廣場 很漂亮 進去以後就 我自己是被嚇到 我第一次看到是被嚇到 因為裡面的那個 幾十層樓高 裡面掏空 你想到這十六 十七世紀的時候 蓋的也會更嚇一跳 為什麼 就說沒有鋼筋水泥啊 沒有鋼筋在裡面 之後就是石頭這樣 它可以貼上去 喔 那很嚇人 下一張 麻煩 下一張 這是裡面 中庭 從裡面看他的 裡面 這是中庭 它那個 往上看的部分 然後旁邊一個一個 有一個圈 就是 好像是一個 神龕 跑進去 然後裡面會有不同的聖徒 放在裡面 這是天主教的 我在講的是 St. Peter's 是天主教的一個教堂 耗時一百多年蓋完了 來 下一張 這是往上看的部分 非常漂亮 雕梁畫棟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OK 近看其中一個神龕進去的話 比如說其中有一個 這蠻有名的 就是聖母瑪利亞抱著 從十字架上接下來的耶穌 他三天以後會復活 但是在這時候 是他最悲傷的時候 因為他還沒看到復活 還沒看到復活的話 幾乎是desperate 就是已經絕望到極點了 他就看了這樣說 怎麼會這樣子 我一直相信他 怎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三天之後他復活 才讓他從氣而息 又回過來 那 那 那個聖彼得大教堂裡面 光是這樣的區域 就好幾十個 每一個都裡面 都很漂亮的雕塑 好 再下一張 它的外觀是 看得清楚一點 是這樣子 你看那個人多小 然後那雕塑多大 這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回到上一張 不好意思 回到上一張 待會我們再慢慢看 那我就在這邊欣賞當下 因為我自己是學藝術的 我最早不是學藝術 我學電腦 後來念器官 念完器官 才去念藝術 念完藝術才去念比教宗教 所以就跨很多不同的領域 當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我很震撼 心中也很激動說 哇 這個雕塑那個細節 那都是大理石雕的 在那個年代 你就想到一個藝術家 拿著那個鑿子這樣 站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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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話沒話 直接在那裡講 講到那裡 栩栩如生 你看那個布紋的部分是布紋 所以同樣是同一個材質 大理石的材質 可以做像人的fresh 就是血肉之虛 那有部分也像到布 你可以看細節 然後那個手指頭 如果做表演藝術的話 這是會講話的手 那個手指頭 表情 各方面的那些細節 一個是死的肉體 一個是活的 那弄出不同區格 開來他的表情 沒有很誇張 但是夠悲傷了 你就馬上可以感受到 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正在享受的當下 突然後面冒出了一些奇怪的話 我就嚇了一跳 後面說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沒什麼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有什麼了不起 我那時候一聽的時候 我就愣了一下 結果吉隆傑老師這樣說 接下去有的又開始念了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有這種評語 這種看法跑出來 還有這種評語跑出來 接下去果然沒有錯 沿途他就講 我也去過燈黃石坡 比這個大 比這個偉大 我說 都有看過 但是你如果真的做比較的話 真的是不一樣 因為他後面代表宗教是不一樣 他對身體的 應該這樣講 在基督教裡面是 我們是enjoy fresh 是欣賞肉體 但是在另外一個宗教裡面 他是deny 是否定的 生老病死都來自於身體 對不對 所以他們要否定 所以在其他 在東方的宗教 特別是佛教為主的這個雕塑 他不去講究這個身體 人體的部分 他是把它盛化 變成比較spiritual 靈性上面的東西 而不這樣 接下去他就做這種評比的時候 我也不曉得做什麼 結果隔一天後來我們到法國的 另外一個museum 美術館去參觀 那到奧塞美術館 結果果然一進門之後 這群老師就全部衝 衝到哪裡去? 廁所 不是啦 他衝去 shopping 的地方 去買禮物 去買要送回台灣的禮物 說我去過奧塞美術館 然後買完禮物以後他們就去 Coffee Shop 喝咖啡 然後我看了兩個小時 我下來說 你們都坐在這裡 在做什麼? 也太累了 我說 原作在那邊你怎麼不看? 有啦 這個我們找都要有 上面更詳細 還有介紹 就是本尊不要 要去找替代品 人已經花那麼多錢 跑到這邊居然 喝咖啡 這哪裡都可以喝得到 那些書在台灣也買得到 你去那邊就是要看真實的東西 那完全不一樣 視覺上的經歷是完全不同的 再來當天晚上 導遊是一個來台灣學過中文的一個 法國女生 很有氣質 然後她就安排說 晚上我們去欣賞一個音樂會 既然有音樂會 前面就來一段晚餐 就導一個五星級的法國餐廳 五星級的飯店裡面的法國餐廳 我們大家去吃 結果沒想到上了遊覽車 這群老師就有意見了 我們要吃中餐 我們要吃盒菜 這幾天在肚子會不會鬆開 你給我換去吃盒菜好了 不過他們真的我們去穿著 去吃盒菜 然後吃完盒菜就去看音樂會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對的 那個太跳痛了 為了要 為了要 就是鄭莊 我們著正式服裝 為了參加晚上的音樂會 你知道晚上的音樂會 一張票一百二十塊美金嗎 這樣大家要讓你 好 這事情 我一看這個就知道 晚上狀況一定不對 為什麼 到晚上的時候 然後 打憨聲持起比落 還有一個聲音 就是法國人在那裡 嘶 嘶 嘶 我感覺很減少 跟那些人走在那裡 不是打鵝 就放肥 那就 那很減少 因為整些人嘛 那什麼人都有 這個就不講了 但是 我是很忍耐 很冷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這樣子 好 這個聽完音樂會有的事情 然後 這個整個團裡面 最讓他們興奮的一件事是什麼 你們都不願意想到 是在紅模仿看上空舞秀 他們從頭到尾精神很好 哇 讚 所以這是我的歐洲之旅 歐洲之旅 歐洲之旅 我這只是一個 帶進來 要講我的 內容的一個故事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故事 裡面有很多的對話 這對話是很有意思的 這群老師 不要笑他 他代表的是我們 台灣人 大部分的人 對耶穌的歡迎 你看到耶穌都不知道怎麼要歡迎 可以 誰在黑白說的 只是說 過期我知道什麼都把它套上去 我英文講一個字叫capacity 能耐 沒有能耐去欣賞這種技術 我們指責有什麼用 沒有用 我想知道 我是老師 我想知道 我怎麼幫助這群人 去認識這個藝術 台灣人在過期的教育裡面 沒有這塊 所以我們出去國外之後 就不會欣賞 不會欣賞這些東西 不曉得怎麼欣賞 我們沒有這種語彙 看到有一個密碼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不會解碼 我們不曉得把它弄成我們了解的語言 我就想到這個字叫做capacity 我好像有給一個英文的definition 你可以不會往下走一下 再走兩個 再來一個 往下走 它有一個文字的部分 好沒關係 你沒找到 待會找到再讓我知道 然後 我回去想capacity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講一個比較容易了解的方式 就是整桌好吃的東西 滿安全是放在你的頭上 但是你的胃只要這樣大而已 不會蓋的啦 吃不下去 好看美食當前 你肚子跟這樣而已 吃不下去 這就是胃口的問題 那我要怎麼做 讓這些人把這些菜吃下去 就增加他的胃口 increase他的capacity capacity 英文是 中文我翻譯一下 叫容量 在電學裡面叫做 電容 電容你可以放多少電在裡面 電容 capacity 能耐 你有什麼能耐 可以 找多少東西 還是了解多少東西 能耐 capacity 那 讓一個人會有能耐 要靠什麼 就裡面有不同的languages 語言 語言 找不到 找不到沒關係 我用講 語言 那語言有什麼 比如說 我也要法語 我會日語 我會德語 我會中文 我會台語 我會中文 怎麼樣 我的世界就比你 只會中文的大 對不對 因為一個語言 代表一個語系 是不同的concept 概念加在一起的 在日本裡面有的話 在中文裡面沒有 在中文裡面有 在英文沒有 在英文裡面的話 在日文沒有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愛這個字好了 love 愛 日本沒有 愛 那個是後來才有的 早期是沒有的 日本人描述愛是 哪一朵花 然後再摸摸看一看 這就表示愛意 語言裡面沒有特別 有啦 以前不是有一個將軍 那時候他們對愛的定義 又不一樣 我們講每個字 其實都有definition 都有定義 在希臘文裡面 phileo phiadaphia 废臣這個字 是兄弟之愛 between brotherly love 废臣 美國废臣 以前的首輔 華盛圓DC之前是废臣 broderly love 就是兄弟之間的愛 也有男女之間的愛 也有神跟人之間的愛 人對神的愛 都不一樣 他們有不同的名詞去形容 但是我們只有幾句 愛 所以你在用這個的時候會很尷尬 比如說我說我愛 爸爸愛媽媽 跟我愛我女朋友 都是一個愛字 或者我愛這個 如果跟男生可不可以講愛 很尷尬對不對 人家說那同性戀 沒有 在別外國的語言裡面 你如果講phileo 是broderly love 是ok的 球員大家一起打球 打贏了很爽 肩膀勾著去喝酒 有什麼好尷尬的 broderly love 定義的清楚就不會尷尬 就不會混淆 那愛也有一種叫性愛 性愛不要去解釋 純純的愛 所以有的人講說我是這種關係 可是我又套 就把整件事情繳獲掉了 所以我們才變成社會很亂 因為定義沒有清楚 好啦我剛才講說語言 語言並不僅限於verbal 就是嘴巴講的語言 還有很多種語言 還有什麼 肢體 肢體很好 肢體語言 還有什麼 表情 那部分 還有視覺語言 聽覺也是一種語言 還有什麼 吃東西的taste 嗅覺 比如說法國人 嗅覺特別發達 他發明香水 其他國家那種 對香水一下 那麼研究的 就是他們對於香水的語言很清楚 他就要創造一個很大的產業 全世界人都買他的香水 No.5 什麼東西 那如果是 吃的語言 我們號稱 我們最高吃 很多 中國人很喜歡講說 我們是最會吃的名字 我說才怪 才怪 為什麼 你除了中餐 其他都不能吃的時候 就你的味覺是鎖定的 你不能享受不同種的食物 然後吃的食物的時候 只負責吃 沒有看 沒有聽 沒有聞 法國人的菜 要聽 要看 要聞 要一起 氣氛也要對 所以前面要喝個酒 慢慢進入氣氛 要很多的talk 很多的對話 氣氛要對 要點個蠟燭 對不對 燈光要對 背景音樂要對 你不要給我放個Rock 我在台灣吃餐廳最糟糕就是 電視在那裡放的 播放24小時播放什麼 新聞 那吃下去了 要不然就是給你放 重金屬搖滾 那個糟蹋我們人 他完全不尊重你 台肌有這句話很難聽 浩高 我得吃的 你把你當豬來養 所以你就變了豬的習慣 碰到好東西 你就不懂得欣賞 很貴的牛排一克 很辛苦的一嘴刷 你不曉得欣賞 你不曉得欣賞 你不曉得 不知道怎麼欣賞 這塊肉是怎麼貴的 你欣賞不來 說這個沒什麼 兩千塊好 一嘴 三四米好 一嘴 就算好東西送給你 你也不懂得欣賞 那就是什麼 沒有這個能耐 我們剛才講一個 像我們 我講的已經講到教育 你們在座很多小朋友都有孩子 我從事教育這麼多年 我跟妳講一件事 我們要關心我們小孩子 怎麼樣 他 OK 這樣講好了 視覺 這世界上有不同人 有的人是視覺人 靠眼睛看來決定事情 或者做事情 有的人是聽覺人 靠聽 有的人是什麼 讀的 很容易讀書那種 有的人是用肢體 所以從小就喜歡跟你抱在一起 翻跟斗 從小就喜歡這樣子 比較肢體動作大的 但是我們的學校不是這樣 一視同仁 你們都是給我念書 給我坐條條 肢體的小孩子 肢體語言為主的小孩子怎麼樣 就被限制住了 他就不能發揮了 很可憐喔 那我們的教育是 一種方式的教育 你就要數學好 你要會被 不是這種人的小孩子怎麼辦 就被壓抑 你在那種系統裡面 錯誤的系統裡面 你被壓抑 你的才能沒有得到認可 OK 被否定掉 那我們很多台灣人的小孩子 人才就這樣沒了 只要往其他方面發展 要嘛往 如果幸運的話 他就忍到好幾年 等到有點錢 才去做很多醫生 台灣很多醫生 不是後來就跑去畫畫嗎 當音樂家嗎 就是他小時候 不是這樣子硬逼 然後又有這種頭腦 所以他 就 照父母親的意思這樣子過下來 語言有很多種 那為什麼要講這麼拉拉扎扎 沒辦法欣賞藝術 藝術欣賞入門 我要先從這邊先講起 先跟你講 語言有很多種 音樂有很多種語言 你不要只欣賞一種音樂 光聽的部分音樂有什麼 有古典的搖滾的鄉村的 有各種印度文化 有不同文化的音樂 有重金屬 有年輕人的 都聽嘛 你的capacity變大的時候 你到哪裡的話 比如說那一天 去聽音樂會 他們沒有聽歌劇的語彙 語言不懂 放在一邊 擔心 歌劇本身那個音質就是很漂亮 他整個setting 視覺很漂亮 他整個氣氛 他光聽聲音本身的頻率 很好很好聽 沒辦法欣賞 因為沒有這種語彙 那要怎麼辦 那我們就增加他的語彙 那怎麼增加 所以我們學東西 不能只學一樣 通通都學 學越多越好 那一次我們去旅行 一個人花十幾萬 在同樣的單位時間裡 我們現在算要急 大家反應就很快 小朋友那個部分 我待會兒再 先講完好了 小朋友不同種 所以你要先了解 你的小孩子是屬於哪種 語彙的小孩子 給他最好的教育 針對那種語彙給他教育 他就會成功 好 現在拉回來 怎麼 在單位時間裡面 那次旅行十幾萬 然後那些老師就衝頭到尾 就是衝著買shopping 買gips 然後回到台灣 然後喊累 然後那個十幾天就這樣過去 對我來講那十幾天 我覺得物超所值 我所看到 我所欣賞 我所享受到的 遠超過我付的錢 所以呢 很多人說我努力的運動 讓我活久一點 假鬼 但是你這多幾年 如果是沒有意義的 那多活幾年做什麼 所以你如果多活 少活幾年 但是你很有怎麼樣 創造力 完全享受這一段人生 那就賺回來 與其花時間 每天做沒有意義的運動 還不如 增加我的capacity 能耐去享受我的當下 每一分每一秒 我去徹底去享受 講到這是capacity 語言 能耐 我會講到另外一個東西 capacity有分兩種 這邊不能用白板 所以很可惜 那個能耐還有兩種 我剛才在講能耐 我是往正面講 也有負面的能耐 什麼叫負面的能耐 你如果每一天 你的頭腦在看的電視 都是新山社暴力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新聞 你每天用這個來養你自己 OK 謝謝 你用這個養你自己 你在這方面的capacity 就增加了 如果你本一天罵人 你這方面的能耐就增加了 罵起來很順對不對 一個頭一個還黏著火 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你是往負面上面的能耐增加 你這個人最後所呈現出來 就是一個負面的 你希望你的人生是 Full with crap 垃圾嗎 還是希望你的人生是充滿 正面的好的東西 所以即使我在講能耐的時候 我們也有做選擇 好的壞的 好的壞的 那我們現在提供給我們的resource 在我們外面看到的資源 負面居多 那你還要把自己 放在那個環境底下 人家用本手給你吃你 真的要吃下去 你要說NO 我拒絕 我們的教育是給你junk的時候 你要拒絕 做到教育 我跟你講我們教育 基本上只有兩件事情 考你記憶 考你把記憶的東西背出來的速度 完全不考思考 你在固定時間裡面 你認為你可以打多少題 這是在記憶還是在考你思考 完全沒有思考 所以才可以變成補習班量化 我把你所有東西都背下來 在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一天 兩天裡面 你把背出來給我 所以我們成績好的是什麼 是會背的人 需要用到理解力嗎 沒有啊 這樣當然我們出來 就是一群唯唯諾諾的人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這種人 這跟我們過去 台灣整個怎麼走過來有關係 當然政治那一部分我先不講 我剛講經濟方面發展 以前我們是加工住口居 所以我們的人怎麼樣 需要的 不需要你 別太多了 我給你一個命令 一個動作 賺錢的方法很多 有的人是照時間賺錢 我時間給我機 不管我做什麼 時間到我付薪水給你 對不對 那樣的工作的話 不需要你 知道太多 你只要向機器去執行 所以我們的教育 就為了配合這個 訓練這樣的人出來 但是到今天台灣的工作 已經大量的改變了 我們需要很多 大量的創意人才 我們還是這種教育方式 在教我們下一代 那我們下一代 怎麼會有競爭力 一定沒有 我畫一個簡單的圖 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 我不想用太多的名詞 modernism 現代主義 它的第一層 在16世紀 叫做enlightenment 人在 本來中古世紀 思想是被限制的 在16世紀之後 為什麼教會改革 改革之後 科學進來 他們開始從事science的研究 研究方法分析 研究方法分析 叫science 我講很快 你們不需要急著把它了解 但是聽得好 又玩濃縮 希望兩個小時講很多 science 那 這個東西一旦被鼓勵之後 有大量的好的頭腦的人 就投入在做science research 在那個時代的時空背景底下 比如說 開始研究自然的法則 他們想藉由了解自然法則 了解自然法則後面的道理 進一步想要控制它 人要掌控自然的一種方法 結果science研究到後來會產生很多什麼 Biproduct 副產品是什麼 很多technology 技術跑出來 比如說我研究 蒸汽這個東西 以後來跑出蒸汽機 研究變成機器可以使用了 大量製造生產 technology 科技 就是科學 第三個 大量製造產品之後怎麼辦 拿到市場去賣 所以開始market 市場賣了換了錢以後 再回過來養science 所以大部分懂得什麼叫做資本主義這套系統的人 的國家 他一定會注重R&D 因為R&D是讓這整個循環 運作得非常好的主要原因 他會push 所以最近歐巴馬不是說要登入火星嗎 經濟不好你登入什麼火星 那是就台灣人來講一定說這樣 莫名其妙錢都不夠 你要再造火星充滿 錯了 他是懂得economic的人 回到R&D 你知道NASA出來的科技 有多少養到我們今天的經濟嗎 control panel那些 所有東西都是 你先有一個遠大的vision 然後去追求的過程當中 產生很多副產品 就刺激經濟 你失去需求 把人再往前推一步 所以這整個modeling 就是在這樣的circle 所以好的公司你就看他 你賺的盈利裡面 多少%數回到R&D 如果沒有就是以前我們的公司 台灣的公司都這樣做代工 所以我們的區塊在哪裡 我們以前的區塊還不是很高 差不多中下這個地 有點技術但是不會太高 直到逐漸的 我們就是技術人員累積了 就往上往下走 有些公司開始有能力 ASA就跑去做marketing 開始去學了 什麼時候叫做品牌 人家照著做幾百年品牌 英國品牌都要幾百年 那就是很久了 我們現在後面去走 走這條路 就要上下游 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重視R&D了 往下走 往上走 那Market還早 Market裡面我們還是在很出錢的階段 連品牌我們都還不知道 居然有人說 到那個頂尖 我先跳過來 在這個走的過程當中 我回到我們剛才講教育 就是因為我們只做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需要這種人才 但是你一樣做品牌的時候 講設計的時候突然沒人了 所以什麼 花很大筆錢去請外國人幫你做設計 自己設計 本來自己也了不起 也去設計賣不掉 就跟現在中國很多工廠一樣 自己設計賣賣不掉 做品牌沒人要碰你 對不對 你的品牌也跟國家的競爭力有關 那我再跟你講 在這裡面還有一個 我插播一個好了 其實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跟什麼還有關 跟精密度也有關 你沒有那個測量 沒有那個能力去 比如說我要削一個撥片 撥片 一個鏡片 我如果沒有足夠精密度的測量 那種測量儀器 我就磨不出那麼 太空用的那個光學的鏡面 我磨不出來 所以瑞士只要做一件事情 他就賺大錢了 機密工業就好了 我要能夠測量的標準 很多 講到這裡又講到另外一個 抱歉一個拉一個 我以前在美國本來是念州立大學 念完州立大學以後念長順騰的學校 那這兩個學校讓我很大差別 本來在州立大學的時候 我曾經弄到Straight A 可是到長城那裡 大家都Straight A 因為B想 誰不是Straight A進來的 那B什麼 那我跟你講 我後來還知道他們在玩遊戲規則 制定新的遊戲規則 他們每天在想這個 你知道瑞士很多的 這個產業裡面的標準 把SOR或什麼什麼 都在瑞士那邊設定 什麼這個產業的標準 哪一個產品一出來都有個Spec 這個Spec就有Committee去負責定定 比如說通訊協定在那裡定 工業生產的準則在那裡定 他們抓到這個 我制定遊戲規則 讓全世界來玩 OK 所以他不就 但是你如果在製造業的時候 當然Straight A很重要 可是我在 Leadership的時候 我就不是做這種事情 那因為你們這一班是Leadership 所以需要學藝術 需要知道事物之理 要不然 你就不可以去看到 醫術品說 這也沒什麼 這裡面就 工夫很親密 我跟你說 萬帝沈欺負不下 那以後再說 那講到這個的時候 所以我們如果一直卡在以前 製造業的迷思的話 你走不出去的 你要像一個國家 你要從頭到尾 每一個階層都要有 再講一個概念 這是什麼 皇冠對不對 有人講說 藝術是 the final jewel of the crown 皇冠裡面最後那顆寶石 你皇冠有沒有每一個寶石都一樣亮 沒有 其他是襯托的 只有一個最亮 最新人的那顆 把它倒下去 有沒有 最好的才可以放在那裡 不然不能放在那裡 國王的最後那一塊寶石 在插很久的 那我把這個套在 我們的國家裡面這樣講 其他小寶石叫什麼 文化啦 軍事啦 政治啦 經濟啦 有的沒有的 這都腳轉了 你知道嗎 那顆叫藝術 這些都有到位的人 才可以放那顆最貴的寶石 才能叫藝術 否則藝術這個東西 到製造業的人的腦袋裡面 他會變成工藝 要不然他學會給 講到這個我要跳回來 他們一定要把藝術 拉到technology的層次來思考 他才了解 結果回到剛才那一群老師 太高深的東西對於來說 不瞭解 所以他拉到他的層次 level去了解他 所以他要不然就是工藝 這有什麼路由 所以你去看藝術品的時候 你看故宮介紹藝術品說 這個花了多少個工時 然後用了多少材料 歷經了什麼什麼什麼 這就是藝術人家說的話 他用度量痕來衡量藝術 用錯誤的標準來看藝術 你用錯工具怎麼看得懂藝術呢 那是因為他講給不懂的人 我如果講藝術 大部分人聽不懂 所以我只好講度量痕 這一個毛貴 怕死人 然後他們就喔 真的喔 所以我相信皮卡索的話 如果丟在台北的街頭上 真的會被人家打下去 因為沒有人appreciate 不能守著不知道什麼東西 等著 有啊 外國就做這個調查 他做了一個有名的小提琴家 在一個Subway裡面拉 很棒的音樂 沒人聽啊 都走著 好像是路邊的那個 可是他是首席的音 就一個小朋友說 他拉得很好喔 這樣一直走 有啊 你去佔領法國 兩邊都懂得欣賞藝術啦 所以法國說 你這樣不要修台 我這個留給你啦 你就來佔領 但是我相信 藝術的時間會 be outlasting你的 kingdom 德國會滅啦 我不擔心啦 就讓給你嘛 那德國來了先搶藝術品 有的人講說 好家在埃及是被西方國家佔領 所以那些寶物才可以被保留在大英博物館 好好地秀 好好地研究 你老後 埃及人現在這一台 可能衣服裡面 現在都吐掉了 村內都不能守等 一樣 嗯 了解 好啦 講到這個 可能 我剛才是講到跟經濟有關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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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個 好 那又講到 那個marketing裡面的human needs 他的第一層說 生理的需求 然後最 再來是什麼 安全 safety 對不對 你要得到safety 然後再來是什麼 自我完成很多東西 但是錯了 其實我們人 只要是你是人 這都具備有 只是你被迫在那環境上 只有做這個選擇 即使是窮人 也希望有後面那幾個 所以這個table 不是那樣僵化去解釋 那它也被很多人挑戰 那它也被很多人挑戰 我記得叫Wisselin Maslow還是什麼Maslow的那個law 講到這個 我要講一個東西 因為這裡面其他部分被過度強調 比如說其中一個科學就是最可怕的一個東西 太多人相信科學了 科學已經變成上一個世紀 一百年來怎麼樣 最偉大的宗教 他用科學來回過來看所有的東西 包括宗教都回過來看 你的心如果沒辦法在我的科學認證裡面 認證的話 那個宗教就evalid 就是不合法 就是不成立 好啦 講到這個我就要講一個故事 幾年前我在台大化工系博士班 我記得 講了一小堂課 叫做研究方法分析的前論 什麼叫研究方法分析的前論 就是說 我說你們都是醫療的頭腦 台大化工系 那分數很高 還有博士班 不高興 我說好啊 我給你挑戰 他們來聽我上課 挑戰什麼 我都說第一個 科學研究方法分析的限制是什麼 請告訴我 台下鴉雀無聲 限制 科學不是最偉大的 什麼限制 我說 不然這樣啦 我要你們講五個 我可以一直列下去 但是先講五個 前面三個我先講 後面補充兩個 你們自己來補充兩個好不好 我開一個頭 我說第一個 在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 不能重複發生 不能在科學裡面被討論 對不對 科學是什麼 重複發生 可以證明 repetition 然後我推出一個result 這個rules 我可以apply 到所有的地方 這叫科學研究方法 第一個我就說 只發生過一次 彗星只來過一次 你科學沒辦法證明說 歷史上曾經發光 發生過這件事 只發生過一次 第二個 不能渡量痕的人 的東西 不能在科學裡面被討論 沒有錯吧 不能渡量痕的人 不能討論 你再說 是 第三個 我說 這宇宙中沒有亂數 random number 我以前念computer science 我專門寫亂數的 你們所有做科學研究的人 到最後要用一個東西 叫亂數產生器 我產生亂數 一不會重複一千次 你們後來最後都有一個 用到一個叫亂數產生器 產生generate 你要simulate 你們要模擬一個空 任何東西的話 都有一個亂數產生器 像這東西 打到焦 打到油 打到酸 任何的model 都會用到這個東西 ok 那那是我人寫的 我說 事實上全部都是定數 沒有亂數 叫這樣說 譬如這樣 亂數是人的假設 對科學的假設 一個大前提 所以我說研究方法 分析的前論 就在講這個 如果你這個不知道 我說你台大 不是要擠進前百大嗎 不好意思我告訴你 如果你把這個三個影響的factor 放到你科學的 加一個waiting point 去修改你現在說的程式的話 你這個論文保證 讓你得到大獎 讓你得到大獎 好啦 那後來我想說 這樣講講講講講講理論 打來頭到尾 你們做作業好了 我作業是什麼 我說一個 三公分乘以七公分 建方的紙條 做的 這張就剃了 你幫我做一個機構 機構就是一個structure 用紙喔 你要切藥 隨便你 做這個機構 against gravity 就是對抗這個地性引力 給他一個低的距離 我要反彈十多少倍 越多越好 那目前我的學生 我在美國教過書 我的學生是給我40倍以上 就是這張紙被我這樣一壓 我們的紙都有彈性 對不對 這樣擠下去 它會疼起來 對不對 我的學生的紀錄是40倍 就是這樣疼起來 會疼到這裡 台大化工室是不是很輕 什麼物理自憂 這個作業你做做看 化學 化學資料 理工科 工程嘛 一定找不去 你就設計一個structure 到現在沒有人教我作業 有個人講老師這條 我說 你回家去看看幼稚園小朋友玩什麼 跳青蛙有沒有 抓去做青蛙 對 那就是答案 那就是答案 它不就做出來了 我們青蛙可以折 紙具折一個小青蛙案 以前學生的時候在玩 一大尺 那要擠下去 它就against gravity 給它一個低的距離 會彈40倍 這張轉這樣 好一好就好了 人多厲害 OK 那我現在只是講這個 科學不能解釋一切 不能解釋人性 不能抽象的東西 都每次限制這麼多 你憑什麼用科學去看上帝 去看 講到上帝 我要講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 我們亞洲人之所以輸 是輸在上帝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神不夠大 那我跟你講所有宗教裡面 最厲害是猶太人那個宗教 為什麼 他講的那個上帝是 他們叫Omnipotent Omnitions 就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哇 以前埃及人打仗都是 每個古時候的打仗 都是把他神扛出來對不對 扛在肩板上 然後跟他們打仗 一個就擺在後面 最後打贏的地方 我的神比較大 我的神比較大 對不對 比來比去 猶太人以前也是 也是跟人家嗆聲 我的神比較大 那你的神是什麼 告訴我 我的神是尼羅河之神 埃及人是尼羅河之神 他們拜這個 所以打仗的時候 一定要這個 你看埃及法老王 上面做一個俄語 有沒有 那是他的神 挑戰 所以在比神大 誰的神比較大 那你怎麼樣定義 你的神可以最大 如果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 這都給你說了 有比這個更大的嗎 那你跟他的神比起來 你就小 小的時候怎麼辦 跟人家打仗一定輸的 因為沒有一個大的 當後盾 所以你要怎麼樣 去搶對方的神 以前打敗的時候 我就說 所以猶太人很討厭一個人 搶了他們的神 叫做基督教 為什麼 猶太人為什麼討厭基督教 我跟你講 猶太人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 你們都不是那種狗 都瞧不起 真的他們很聰明 這沒辦法 但是呢 基督教說 只要相信的就得救 就是上帝的兒女 直接說了 他們都包 本來不是的 現在都算是 那反而說你不信 猶太人不信對不對 反而他不是 他被踢出去了 這是不是搶人家上帝 是啊 你那個最大我就給他唱給他 基督教就給他唱給他 所以基督教天主教 悔教基本上是同源 都是什麼 都是猶太教出來的 就叫一神論 而且創造者 東方有一個宗教也叫這個 很像 叫做婆羅門教 婆羅門教是佛教的祖宗 你知道嗎 佛教是什麼 作為對抗 婆羅門教的不公平 斯坦摩尼佛想說 這樣不公平 你說人都是設定好的階層 我不要我就反抗你 我反抗你 你有的我都要沒有 所以你有一神 我就都沒有神 所以佛教不講神 佛教不可以拜的 那是道教的 藍教會 很多人都不曉得 那叫明清中的經常 儒道佛混在一起 那你要講單純的話 佛教就是佛教 道教是道教 儒教是儒教 都不一樣 不可以藍教會說 好啦 我這樣講這個 有點講得太雜了 那 猶太人講這個神 有趣 為什麼講有趣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這跟以後 跟民政委有關 其實 跟日本天皇也有關 你知道英國為什麼那麼強嗎 其實他們的 女王上面還有一個什麼 上帝 他們是天 他們是英國國教 他們也是用基督教 基本上也是基督教 聽那個神作也最後面 就是說你對我有意見 那你去找那個上帝 但是你如果沒有比你更大的話 人家有問題是找你 我剛才講過打仗的話 要有一個夠大 所以不曉得 天皇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基督教 把那個宗教搶回來 沒有 這個只是隨便講講 然後基督教講的這個概念 其實也會反映在 我們的 我們的 不管做什麼 你如果任何一個政府要成功的話 其實有些原則要放進來 比如基督教講的這個神是一個公義的神 公義其實大家都希望遙游 justice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你看看真、善、美這三個字 是柏拉圖還是誰提出來的 真的 那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事情 是跟那個相反 真的變假的 善的變惡的 美的、醜的 我們現在看到都是右邊那三個 假的、惡的、醜的 充斥在我們文化裡面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回到真、善、美 這個裡面 沒有前途 只會越來越糟糕 每況愈下 日子越過越難過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就跟你講原因處在這裡 那基督教這神除了公義以外 他有balance 有一個平衡叫做慈愛 有一個法官 犯人抓到他前面來 說檢察官說這些人做錯什麼事 那照法官的特性 他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判嘛 你偷、你搶 看是死刑還是無期徒刑 還是幾年徒刑 判下去就好了 這是一個公義的法官該做的事情 可是呢 很糟糕的 這個送來的是他兒子 這就矛盾 他可不可以不判 可以啊 但他變成不公義的 他應該照判 可是他又愛他兒子 他愛怎麼辦 掙扎 掙扎 可不可以找人代替 可以啊 可以嗎 最後那個法官自己下來 這就是基督教 如果要了解西方藝術 不瞭解這個救贖的概念的話 藝術史大概百分之九十多人 都看不懂了 所以你要了解 我講說藝術入門欣賞 你不是表面只是視覺的東西 有一本書叫Arts and Ideas 西方的藝術史的書是怎麼教的 他把你說的東西都是同步處理 也就是說 藝術的產生同時 當時也有文學 也有音樂 也有建築 也有哲學 也有政治 所有都一起在 人的社會版 就很複雜的一個互動 藝術是最後那個結晶 所以你要去研究藝術 你一定要回去後面去了解 他所有形成藝術的這些原因 一起同時考慮 這才是了解藝術的方法 我是不是講太多 大家有點累了 好 那講到剛剛說公義跟慈愛平衡 最後那個法官下來幫他 就是說法官說不然這樣 我替他關監牢 他要無罪的才能替有罪的承擔 但是我現在在講基督教的核心 基本上就是救贖 就是上帝自己道成肉身 變成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上 為世人死 就是這件事情 就這麼簡單 就是基督教的所謂的救贖的事情 這是基督教的核心 那你要了解西方強權為什麼強 這個不了解你怎麼去面對他 你只有被他制定遊戲規則 在他遊戲規則底下生存的份 他說什麼你就是什麼 我們現在不是美國 你要知道他在想什麼 你先研究所有他文化藝術歷史哲學 所有都了解 再回去跟他面對面 你才有夠力 不然我們不夠了 我們是落後民族 目前為止思想知識能力上面 你的capacity都是超級低 怎麼跟人家 我不曉得你怎麼形容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這一塊是blank 空白 所以我才講超級低 空白你就不曉得ground在哪裡 你就不知道紮根在哪裡 去建構你的自己的想像 所以我從這個方法裡面 預測中國絕對不可能強 沒有宗教的一個國家強什麼 根據什麼 他什麼來call這個人 用民族主義嗎 還是用什麼 他總要有一個說服大家的理由 你沒有說服大家的理由 他不會不夠對 不夠對 台灣人不夠對 就是沒有忠告 沒有一個適合大家的宗教 其實這個我在幾年前我去 北京的時候已經跟他們講過這個 我說你們 工廠會垮 因為你沒有一個宗教 因為馬祖宗死了 或者你這個死了以後就空了 他說對齁 你怎麼那麼厲害 那我們要製造一個新的宗教出來 我說差遠了 你現在來賣福 那個最大的已經被建構出來了 你很難超越那個東西 所以講到這個的時候我要講一個 宗教的概念有一個 很需要大家知道的 西方 就是基督教的 我們的最宗教的概念 都是人為中心 神在旁邊 人為了 因為不能解決 大自然 我們無法掌控的問題 所以我們製造不同的神 來解決我們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不能解決的問題 西方說錯了 人是被神所創造的 神才是歷史中心 一個是人是歷史中心 來看待這個 所以這種神叫什麼 功能神 functional God 我需要這種功能的神 替我解決我不能解決的問題 叫functional God 我遇到什麼問題 我製造一個神出來 我遇到什麼問題 就製造一個神 這裡的時候就不是 所以整個回教基督教說 為什麼會那麼堅持很多東西 是在這個原因 這個也是解的方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會有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 他們講基督教 都說啟示性的宗教 reveal revelation reveal這個意思就是 本來在盒子 黑盒子裡面 你不曉得裡面是什麼 打開你就知道 也就是說 除非上帝沒打開 如果他沒打開 你無從了解真理 我以前學過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我們去想用電腦模擬人腦 結果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第一本開宗明理 就跟你講 你不可能搜尋一個 比人腦比較聰明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是被人設計的 你都是從你的這裡面叫做 derive 跑出來的邏輯 你對自己都不了解了 你憑什麼設計一個比你聰明 速度會比較快 容量會比較大 但是不會outsmart you 這就是天生的限制 人怎麼會outsmart神呢 除非這個神是被你創造的 如果是這個神是創造你的 你就不會outsmart他 所以你問的問題 就不應該問不合理的問題 比如說 上帝你怎麼會搶他不搶我 這句話就不對 上帝你為什麼讓這國家興起來 要讓這國家滅亡 問錯問題了 第一個 他是神 如果給答案 那一定不是答案 因為他不是神 他不可以代替神 給答案 這是基本邏輯上的問題 然後這個了解之後 我們對很多宗教 什麼都能了解 所以才會產生敬畏 人就是了解 有這樣一個神的時候才會敬畏 敬畏的時候才能造出這樣的教堂 就讓你all 敬畏 產生敬畏之心 大家要不要take a small break 我要講個小故事還是怎麼樣 好像蠻heavy的 沉重 還是我給幾分鐘大家有什麼問題 針對我剛剛講的 先輕鬆的問幾個 請講 一次一個 先他來 有一個麥克風 另外一個麥克風 另外一個麥克風 沒關係 我們在等的時候 我再講另外一個概念好了 這個概念我們剛才又回到我最早那個故事 因為那群退休老師不是講一些比較糟蹋的人的話嗎 話說糟蹋這個字 台灣人很厲害 很人講糟蹋 糟蹋是什麼意思 英文叫什麼 Trivialization Trivialize 或者叫defile Trivialize 他明明是這個位階 我們把他損他的名字 損他的名字 損他的名聲 或什麼叫做糟蹋 明明是女生大概最有這種感受 你們覺得說嫁給你老公就是被糟蹋 這麼好的一朵鮮花 怎麼會插到你這個牛糞上 女生都有這個想法 你都不懂得appreciate我 我是花 你怎麼這樣對待花 那你不是糟蹋我嗎 是不是 我們女同心都有同感 同心同感 然後糟蹋這個事情 我再講一個故事好了 一個拳王叫Forman 我記得叫Forman的樣子 這個拳王有一天 跟朋友坐車子 朋友開車 坐車 這個我講給何瑞言聽過 我待會再說 坐車子 然後坐在路上的時候 這個拳王跟朋友聊天 沒多久 不小心撞到前面車子 還是怎麼樣 然後前面的司機就下來了 應該是沒什麼了不起 他進來很壞 那也很大拳 撞不來 你出來出來 罵了老半天 過了好幾分鐘 因為他朋友都沒有反應 因為他看人家這麼大隻 等到他走回去的時候 他就跟拳王講 你剛才要是怎麼回事 那個傢伙你一下就擺平了 為什麼不出手 拳王說 我一拳 值得好幾千萬美金 我怎麼會隨便浪費到 這樣的人身上 有意思吧 這句話很有意思 很有哲理 我一拳這麼貴的東西 我怎麼會浪費在一個 這樣的人身上 就給他嗎 要打就要打 這個好玩 人其實 剛才講的你會覺得醋味 人其實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人跟其他動物絕大不同的時候 人會玩遊戲 會講笑話 你早看一堆動物坐在一起 然後說笑話 聽一個人說 講笑話 或者玩遊戲 玩遊戲 為了這個再打起來 或者 對這個是很 C.S. Lewis這個人講過一句很有趣的話 他說 魚從來不會覺得水濕的吧 本來就在水裡面 人也 那 人出生到老 身邊的東西都是有限的 人本來 我們有沒有人長生不老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我們會期望長生不老 為什麼會對環境抱怨 我們出生到現在環境都是這樣子 溫度都是不尋常 為什麼 還是什麼叫尋常 什麼叫不尋常 好像 supposed to be 應該是這樣子 那表示什麼 那些倒推回來 那顯然人好像不是為了這個環境所造的 他好像是為了 Better 情況所造的 因為你從小都是 人高照回到戲 那你為什麼要長生不老 這是命定的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他從來沒有變化過 從來沒有例外過 那為什麼期待要長生不老 像無限的概念 無限的概念也是很奇怪的概念 在人有限的世界裡面會有無限 講到這個我又講到剛才那個 給台大化工系學生 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 限制科學限制 一個叫無限大 無限大概念什麼 沒人知道 你只能把當作一個 可以被加鹼成 tous 或做運算的一個假設 把它當作一個東西來處理 其實它不是一個東西 沒辦法被處理 它也不是一個 你只能假裝它是 無限大的概念 也是在科學不能被討論 那另外一個就是時間 時間很奇怪 時間真的很奇怪 我前秒鐘的我已經不見 我一直在往前走 我講的話 如果拉掉時間 全部放在一起 你聽不懂 我必須要在時間裡面 一個字 逐字講給你聽 所以時間的觀念很奇怪 到現在沒有人搞得懂 我就對給他的話 我怕東西 讓他們去解決 我不傷腦筋 我還有幾分鐘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講 一個鐘頭可以講 有問題 是不是 好 我回答問題 請講 請講 喂 老師好 我想就是剛才 您有講到基督教的部分 我不是問問題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您講的有一點點 跟聖經本身的有一點點 上帝他本身 上帝有獨生愛子耶穌基督 所以他不是自己 他當然是三位一體啦 就是有 聖父 聖子 聖靈 然後所以他是 因為愛的緣故 所以他拆盤了獨生愛子耶穌基督 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做了一次永遠的挽回祭這樣 那所以我剛才老師說自己 當然他也是道成肉身 只是我們會 認知上我們 因為我們有限的智慧 沒辦法 理解這個神 所以我們人用三位一體 聖父 聖子 聖靈 來了解他的一個創造 造物主這樣子 那剛才您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 但是他 也沒有把外邦人當狗啦 只是我們就是 化外之名 但是猶太教他本身就是他 相信他在等候他們 所謂認真彌賽亞 可是其實彌賽亞就是耶穌基督 如果當狗這個我直接挑戰你好不好 新約的時候有沒有一次 那個人就撿地上的東西吃 那耶穌說把東西丟給狗吃是不對的 那狗是指人 他說那狗也撿剩的吃 懂嗎 我直接用神經回答你的問題 我直接用神經回答你的問題 這其實OK的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說就像 我們從小在這個教育上 那當然小時候我們有得志體群美 美育 美育其實也有在我們的傳統的教育的裡面 但是的確 我們受教育的背景比較是被匡限住 就是要求標準單 就像您剛才講的 記憶跟速度 那我覺得如果說我們想要去跳脫這樣的框架 去發揮想像力或創造力或是創新 就是讓我們的這種文化思維 這種深度或是說 這種軟實力可以提升的話 或許老師也可以 告訴我們除了入門之外 那怎麼樣再更深入一點 就如同那群教師他們是退休人員 可是我相信 我們要提升更內在深度的一種素質 尤其是人文素質這種公民的素養 所以現在請教老師在國外受過教育 或是說您本身有一些刺激跟思維 那可以讓我們 有一些 實際上的做法 怎麼從生活當中去跟藝術 欣賞連結 然後讓慢慢自己這種 心被打開 視野被打開 然後被刺激 可以去更廣泛去吸收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藝術欣賞的這種養分 OK 藝術不能單純拿出來討論 怎麼進行譜這一塊 它其實是整體的 我剛才講過 皇冠最後一個寶石 你要把政治 軍事 文化 經濟一起解決 日本人以前就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以前遇到明治維新 要不然早期就學中國 誰搶我就跟誰學 但是呢 你在學的過程當中很怕失去自己 所以日本學了西方的東西 有一個東西他不想學 宗教 所以基督教到現在要傳日本很難 那清朝更好笑了 他說 船間炮利 我只要學那個就好了 我只要學你的軍事武器 其他都不學 我學法律 我就把這個套進來 結果不對啊 西方法律的前提 是有宗教做基礎 要不然你要宣誓聖經才能 他有一個最怕的單位 叫上帝 你不能在上帝面前說謊 要不然你就下地獄 就這麼可怕所以你才會去follow law 所有的法律的下面叫什麼 憲法 有的人說根本大法 那憲法下面是什麼 沒人講 我會講 就是宗教 憑什麼你知道這是對 那是錯 全世界很奇怪 所有的人都一樣 對公平的觀念都一樣 那叫做build-in 已經被program已經build-in在人裡面 你到非洲人 他拿大塊 給他小塊 他不會收起 他一定 這就是 放諸四海接準的道理 那宗教裡面有直接跟你講什麼 對什麼錯 實際就來講 台人不行 偷竊不可 奸淫不可 偷盜不可 假見證不可 你沒有這個基礎 你沒辦法建構你的法律的基礎 對不對 要每個人都每天都跟你阿求 那不相信神的人為什麼 會在法律裡面 會臣服在法律下 沒辦法 你若要挨到整頭收來 沒辦法說我只要 西方的法律移植到東方來 以前我們的觀念是什麼 我寧可 錯殺一萬也不要放一個走 西方說我寧可錯放一萬個 我也不要錯殺一個走 這是法律的 不同的概念 我們世安尊對人真的完全不尊重 那是西方的基督教的教育在教我們說 什麼叫做尊重人 人是上帝的形象 照著你才會去尊重 這樣 如果是演化來的新興 出來的 你就 試就試啊 再輪迴一次就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的時間 第一個鐘頭時間到了 我們大概休息一下 再續下去好不好 因為 不管是聽眾 大家 學員跟老師 大概都需要 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好那我們就起立 敬禮 謝謝 謝謝 OK